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朝佛教里面的叫五松六花 五松六花 其中一个基大花 还有一个刚才看到的那个 第五金链也是一种 那个是英朗特有的 黄色的 跟芭蕉同一样 对对对 跟芭蕉同一样 那个是很珍惜的 你看这一颗就是比较老的鸡蛋黄了 你看这个树已经倒下来了 倒下来靠到这个符罩上面了 但是这个树它原产并不是中国 也不是亚洲 它亚洲是福教特有的发源地 对吧 这个树这个树根据我们的考证 它是原产是南美洲的 它从南美洲 郭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 还是新大陆之后 由南美洲漂洋过海 传到亚洲 亚洲以后又把它吸收 作为福教树的一个成员 这个都里面都有很多故事的 没有人先到印度啊 不一定 这个我估计可能会是先到泰国这些地方 东南亚这些地方 因为这边是泰国 到了这些地方 到了这地方以后传过来 我这个植物为什么成为福教树 这个也可能很有很多秘密 还没有解释出来 我只知道这个植物的花很香 可以吃 吃可以吃 吃到花吃 这个树老了不开花了吧 开开开开开 还会开现在没有花了 它的花用来 为什么叫鸡蛋花了 就因为那个花可以 和鸡蛋拌在一起来捡了吃 所以叫鸡蛋花 可以捡了吃 所以它就叫 它的学名的话 通名的话 通用名的话 应该是 Pullumeria Pullumeria这个植物的话 在美国的夏威夷 是很有名的一种做那个雷 你们知道雷吗 Hawaii的话有这个雷带着这个菠蘇 你认识 虹蛋花是微星期星期间 做雷 采设不能人生做雷 做雷 以贤为一周的建认 予能为对馀的邀光 所以这种花的花是 它是辽造性的 叫做葱总鸡蛋花 葱总鸡蛋花 葱总鸡蛋花是 是最主要的落素 是一种手术材料 为为雷 树柳树结不对称 是的 这种幻额是非常非常美的 好像割顾这种生命在这边 非常美 你看这下面的几乎是要没有了 都没有了 但是你看它这个树叶还在 表现生命非常完强 这是已经死掉的部分 你看这个还是活的 这个绿绿的 这部分死掉了 这是活的 这种美术的好像提到生命力 非常完强 非常坚真正的 这个是生与死的抗争 生与死的抗争 对 所以这种就看着貌似丑陋 实际上是非常美 非常高层次的这种美的 对 对 三对四对非到本来 真的 好 这书院长 好 非常之美 这个真正是令文化学 这样倒在那边还活着 而且你看还鲜论 这个要被工厂发现酒 那是绝对不行的 这个路 那是要试试保卫它 哈哈 试试 汉 汉 对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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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